第13届山东家电节 继海尔换新家电节 昨天在济南启动 这届换新家电节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惊喜 日前 山东省出台 山东省促进家电消费若干措施 其中提出 推动居民旧家电换新 是其中一项重要目标 为完成这一目标 山东省计划发放2亿元消费券 开展家电汇民活动 鼓励消费者以旧换新 海尔之家也响应政府号召 带来好权益 好方案和好服务 让利于民 得益于整个政府的消费刺激的补贴 我们从企业的维度也拿出了3000万的资金 那么用于以旧换新的补贴 那么在双重补贴的叠加的刺激下 我想应该会对我们整个山东消费者的 这种家电的换新的需求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拉动 在本届家电节活动期间内 通过新品促销 以旧换新 原价补贴等活动 消费者可持任意品牌旧机及购物凭证 领取等额换新补贴 购买海尔家电产品 据悉 这已不是海尔首次向消费者发放此类补贴 今年4月份 海尔之家就曾面向山东省消费者 发放了1800万元的家电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券 就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山东消费者 除了能够享受到这种政策刺激 带来的这种的购买的红利以外呢 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这种 一站式到位服务带来的这种方便和快捷 活动现场 海尔之家还同时发布健康科技 健康报品健康场景 据悉 家电节期间 海尔之家将推出127款爆款产品 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聚会健康生活方案 以一站式定制聚会家服务 助力消费者轻轻松松换新家 这一次呢 不光是带来了海尔全系列的产品的组合方案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高端的卡萨蒂的产品 很多的新品的上市 也会非常有力的会促进本次的这个 家电节的消费的目标的达成 那么同时呢 我们全球首创的三鸟的品牌 也会通过我们全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让整个山东的这个富老乡心 享受到我们非常完整的 全流程的家电购买的一个服务体验 希望向更多的家电企业 像海尔之家学习 把这个惠民的政策落实到位 同时呢 企业呢 也拿出真金白银来 拿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让更多的骑鲁消费者 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和实在 那么来满足用户高品质生活升级的需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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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